看得很開心喔 我都被你嚇死了 想看的原因在對解風去講話 對啊 你們不知道我正經精神狀況不是很穩定嗎 還是你們跟他聊天 可以喔 可以喔 你們可以跟他聊天 我們今天北哥大第一回有個笑花耶 對啊 他有抽中 他有抽中 他有抽中東西 他有人 有人有大喊 你今年看到笑花耶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覺得北科大的女生都蠻漂亮的 對 我今天也是在北科大的女生 對 我今天也是在北科大的女生 偶爾在北科大的女生 偶爾在北科大 平衆的中心 前因此 kraut 這 Rebecca 下無二 下如一 下右舞台吧 嗯 Kart 我吃了 耶 又應該是對我們 不是 此生後悔沒讀北科 哇Jacky你此生要後悔的事可多了 你就算現在是北科 你今天也不會在啊 對我都是講我這邊的 讀北科可以走路去看公演不是嗎 喔確實可以耶 因為北科就在光華商場旁邊而已 真的超近 根本走去看公演15分鐘吧 真的15分鐘就到 你看完公演大概也翹了三堂課 哈哈 就是 就翹爆啊 如果是北科的話 話說我今天穿褲子的原因 反應是因為這個炫炮的腳夾 我得遮住不然我看起來太像生化人了 我得遮住不然我看起來太像生化人了 沒錯 賽博龐克 對呀我哪裡買的襪子好酷 好小喔 如有 我 比 我 怎樣 我 可以 哈哈哈 które 你喜歡我嗎? 我喜歡我,我喜歡我 是不是我喜歡我 我喜歡我 我喜歡我 欸 今天芒果醬有說謝謝主持人雅恩欸 欸 是時候不入算我賺到 但是我 我這次已經 我都賺到 我已經就是基本上當主持這麼多次 我已經開始 我已經開始可以跟唱所有樂團的歌囉 我心悅在後台練唱的時候 然後他今天不是有彈吉他嗎 然後我就在後台一邊跟著唱 我就跟我的經紀說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來的經紀姐姐 我就跟我新來的經紀姐姐說 姐姐你看我四舍五路也算合唱到了 我自己也要給自己找的機會 對 他在後面 他在後台自彈自唱 我在旁邊跟著唱 我說這也算是我們的合作作品 只差沒有錄下來發行了 可以弄出當嘉賓了 當然現在我會唱 我今天只有就是 被北克戴的熱情嚇到 我本來沒有要下去的 但是因為我想說就是好喜歡前面空拍有點多 想說下去走一下 結果沒想到一下去我就再也上不來了 我下去了兩分鐘都沒有上來 就說下去就退了幾天 我來 我來 這幾天順著我的戲份也沒有到很少 真的是太緊張了 真的是太緊張了 不錯耶 加油 肯定是要賺回來的吧 都買了一場不便宜的音樂劇 音樂劇是兩個半小時嗎 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正常來說是多久啊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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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1.5分钟 出發 嗯 唉唷 村 4 超級久 但是沒有村 4那麼久 就是好喜歡的衣服跟夜典那件有點像 真不愧是直男的发言 这句话惊呆我了 你没有让我休闲 这句话简直是 真不愧是男生 一枪打死众人 真不愧是 选衣服做衣服 你要死就要气死了 都是白色的 这就跟说我那个生日 生日那套衣装跟 一秒一秒约好是一样的 白马飞马 哇 我先来粗浅的解释一下 我知道对于就是 一般 没有经常去 分析女性穿着的人 我觉得一定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在的 我相信即使现在现场 大家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直男而努力者 哈哈哈哈 这是害人的问题 糟糕了 此时此刻没有人站在她沙莉旁边 那我先就是以这个女生的角度来说 确实沙 都好像沙莉 这两件衣服 唯一相同的点就是 白色 她都是白色 穿的人都是这样 都在台湾身上 然后 好 先讲裙长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吊带的小洋装 一个是近乎小婚纱的礼服 然后 材质也不一样 一个非常的有厚度 因为礼服要有一定的硬度 才有办法撑起来 然后一件是 就是休闲小洋装 所以是很薄 很薄的一件就是 有 一点花纹的 白色洋装 然后 一个 露肩 一个是 吊带 一个 一个会在 婚礼的时候穿 一个 会在 家里素颜的时候穿 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差别吧 一个是 婚礼 有点像 婚礼的其中一套衣服 会这样穿 然后有一个是 在家里素颜的时候可以穿 确实都是穿在身上了 但是就是 差的蛮多 舞台装跟居家服的差别 这样子 就像 你今天如果说 247 247 那个领子喔 看起来很像 就是 台湾的 高中制服的话 就是 我会疯掉 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差别吧 不是 不是 不是老板的衣服 是 是 我们这一次的 导演 跟 他这次除了导演以外 他还负责分镜 还负责 MV的故事想法 然后跟 操控摄影师 然后包含剪辑 到 服装设计 到谈 服装合作 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到 就是 去租借场地 找场地 然后 然后 找reference 然后 跟公司 谈预算 然后 跟成员们 谈 概念 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 他本人应该是不会看我直播 就是 再次感谢 陈佳梅 哈哈 本名致谢 一人 一条龙服务 凌晨四点 还在公司 烫衣服 然后 凌晨三点 我问他的东西 他还在公司 凌晨四点 他还在烫衣服 早上九点集合 他出现在公司 中间只有回家 重新化妆 跟走出门 哈哈 哈哈 好惨 中间一度 他的心血差点直接没有 他还要努力把他的心血炒回来 超级可怜 超级辛苦 超级拼命 超级死亡 超级血汗 超级 值得感谢 就是 你可以想到的任何事情都要感谢他 就是 包含 去跟 去跟 租 租 拍摄场地的地方接卡 然后 anything 都是他 他人超好 这一听就知道 听起来不是人的问题吧 不是他差点没有 是MV差点没有 没错 能在好严娱乐上班的都是超人 快乐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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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走 快乐上班 在那边 也没有 買了 三个字 就不快了 这一段 双峰 夠了 哦!對!這一段 摔摩到你笑出来 用不散 还说好习惯 想给你万年的冰山 若花开一时光 想给你不开 好 917生日快乐 好好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 速度一个 祝917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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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喜欢 MV上架 祝你生日 这完全就是一种命中注定 就是好喜欢 因为这个蔡阿恩 就是说就是好喜欢 在你生日当天上架 所以就是好喜欢蔡阿恩 大家要记得 下去留言 就是好喜欢蔡阿恩 可以抽哦 哦天啊 来点小烟 不行 917生日快乐 不可 少来点小烟 可以吗 真是 真是吓死我了 他不是来点小烟吗 不可以 别 别抽 我们把这火熄灭了吧 我们把买烟的钱 拿去买蔡阿恩的抽鞭 哈哈哈哈 一定要留蔡阿恩吗 一定要留蔡阿恩吧 9大人一定要留蔡阿恩 不然李彩杰就杀了你 哈哈哈哈 把李彩杰拿出来挡 917撑住 超级好笑 这这梗都已经多久了 刚刚有偷跑一下跟林云云 说生日快乐 11月21啦 11月21啦 林云云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林云云 林云云要生日啦 已经生日了 不是要生日 这个不好说 的 啊 呃 呃 请问 呃 看到 哈 这 这好难想哦 哇哦 哇哦 这个没有音效很难做耶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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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点 哦好 对是一点 梁思琴 他生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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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他生日了 七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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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日了 林云云今天生日啦 美云云今天生日啦 比个安心 比安心 噔噔 然後 呃 呃 这个要一直 倒吸气呀 倒吸气 倒抽一口气 今年大生日 又八年啦 八年啦 八年啦 最後八年啦 已經二十四歲了 二十四歲了 零零啦 今年都二十四歲啦 TT出道六年啦 六年啦 六年啦 STEMS 為了避免把歌唱出來 三分之一人生都跟她在一起耶 你 說嗎 八年了 妳們認識八年 跟誰啊 零零 不是啊,這是一個梗 我沒有跟他認識八年 怎麼可能 八年啦是一個梗 八年了是那個 痾...康熙來了的梗 就是 康熙來了小S姐說 他們已經結婚八年了 然後來賓就說 八年啦,然後下一個就說 八年啦,然後下面一個就 八年啦,八年啦,八年啦,像鸚鵡那樣 這是一個梗 對,就是 我跟林雨雲沒有認識八年 我跟林雨雲 從2017年 現在2024 不熟 也才七年,也才七年而已 要八年啦,要八年啦 沒有啊,要八年 還沒有,還沒有 目前,哇,有七年喔 真的假的,可是我 直到這兩年才跟他認識 前面可能不是要認識 登登登登 我怎麼像猴子一樣 你也不能開太晚耶 你要念榜了嘛 我明天也要,怎麼辦 教授是不是不會這個時間回我 那怎麼辦 那你就等他明天回來 你先去改你的報告 你知道你覺得我明天去學校他會在嗎 他有可能不在 而且他太晚回 而且他沒有告訴我教室 所以我很有可能明天去學校找不到他 然後我就要在他去工作 我就白去學校 那你可以等他回你 你再去學校 那就來不及到學校 喔,要在你那邊的話 很早 可以查嗎 可是你上次跟我說他不願意早上 對啊,他不願意早上 所以一邊的時間還是解決一下 查他課表 喔,可以查他課表 好啊,那我查他課表看著 天哪 你要念 好啊 啊,我劇本都還沒有用到一半 死丁,我還有一大堆東西 明星片都還沒有簽 還是大家要面媽的親簽嗎 如果這次明星片沒有辦法簽 面媽你來簽兩下啊 這個沒有 沒有 這一面可能沒有要睡 收拔忙 不介意可以喔 今天還要幾點 查克可可以直接看 欸,話說我有跟你們分享 有加入Dolphin才可以看到 我這個 我在公演結束之後去看了筋膜的診所 然後他用筋膜刀 把我的腳前前後後往死裡刮了一遍 然後我一邊哭 一邊像瘋婆子一樣 而且我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去公演完不是會噴髮膠嗎 那你就是在床上被 就是 呃,他用筋膜刀刮很痛 然後 我就在床上狂扭 就是太痛了 我很像那種 身上被附身了惡靈 然後終於要斬腰除磨的那一種 就是 容器 對,然後反正呢 然後我在做起來的時候 他前面擺了一個鏡子 然後我那個 髮膠的頭髮 看起來就超可怕的 結果頭髮 全部都在 就是 習慣頭嗎 在一個很失去控制的位置 然後我看起來就很像 那個 那種叫什麼 什麼 瘋女十八年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像瘋婆子 然後臉上全部都是眼淚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現在這樣還好嗎 我實在是不知道我要怎麼跟他說我還好 就是我不太好 我剛剛中途快要升天了 而且重點是呢 就是這個醫生呢 我就跟他講說 醫生請問請問 我跟你說很痛的話 你是會輕一點的嗎 他說 其實筋膜刀有點難控制小力一點 而且以我多年的經驗來說 我後來覺得 一次刮到胃會比較好 就是這樣才能一次解決 我通常太小力的話 這樣子就會沒有功效 所以我應該是 就是我可以接受你叫或哭 或者是你就是瘋狂的尖叫 你只要不要踢到我 不要打到我都可以 然後對 我謝謝醫生 我真的謝謝他 因為我整個左腳 就是筋膜刀刮完之後呢 就像斷了一樣 就直接從可以跳舞到不能走路 差點被扛出診所 然後反正他就是貼紮完之後 我目前第三天生龍火虎 為什麼生龍火虎呢 因為現在腫脹的地方 全部被包起來了 我看不到 所以呢現在就是一種 眼不見為盡好不好 大力出奇蹟 真的很棒 直接像失去了一條腿 這就是 救命這樣好嗎 是我就先踢再說 他有跟我說不要踢到我 我 但是就是其實物理治療就是這樣 就是他先把你身上所有的發炎 跟腫脹跟肌血 全部都一次擠出來 擠出來之後 說不定我就是 會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一切平安 對 欸 為什麼這裡已經出場了呢 真假 這裡出場了 OK 好的今天馬上就蹦蹦跳跳嗎 倒是也沒有到蹦蹦跳跳 我能在12月好嗎 我先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喔 就是 不確定還不確定 這一切都還不確定 真的要看那個時候的狀況 但是因為呢 我們12月預計是 不是音樂劇 真的不是音樂劇 大家不要覺得音樂劇是很操勞的一件事情 音樂劇除了 呃 除了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確實有一些緊張 以及功課量很大以外 但是我覺得對於腳是沒有太大的負擔 因為音樂劇的舞再怎麼樣都不會比這個 我們的舞還要難 但是 12月呢 我可能因為前面的工作會用力的爆跳我的腳 所以我有機會 不是忙別的事 就是我有機會因為身體狀況 而不能出席12月的公演 欸 不是忙別的事 就是我那時候可能 也是忙公司的事 不是忙公司的事 而是就是如果我出席12月的公演 我可能接下來就都不用玩了這樣子 所以為了身體健康 就是我在公演前 有需要強力使用到腳 那這個工作呢 你們未來也會看到 對 就是會 這是我們 是我們自己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 呃 會 希望這個爆跳呢 可以讓這個 呃 機會湧流傳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美好的 這個 我的腳最後的一面 所以 所以 現在還不確定啊 還是看當時的恢復狀況 但是 以我現在的狀況來說 我覺得 12月底的公演 我很有可能是不會上場 然後 應該是 都不會上場 就是 這個狀況 有沒有可能去跳兩首歌 我不知道 就要看狀況 但是 反正最糟的狀況 是12月底 我可能不會上場 所以 先跟你們說一下 但這不是一定 就是這還不確定 然後 就先給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到時候 像有些人如果機票買了啊 或者是什麼 久違了一兩年 終於可以看到公演 然後結果那天我不在的話 我怕那個 失落感 跟我本人的 我本人的失落感 會太嚴重 就是呢 其實這一次 我認真想要跳全場 也是因為 就是 有各種第一次看公演 遠到了來看公演 的種種 我覺得 真的只跳兩首 我會很難過 然後少跳幾首 我也會覺得很難過 就會覺得 既然跳了 就要多跳 所以我這一次就是 幾乎沒有 這次就是 幾乎沒有休息啊 就只有前四首 因為前四首有太多 往上跳的動作 我現在的腳是 我不能往上跳 就是 整個人往上 我不行 對 一生俊 哎呀 但沒有辦法嘛 你 就算 就算我在的話 你也會這麼早走吧 還是你會留下來 我公演過後 都會 就是 不是公演 我是說 這十一月的 我就是那個 UNI曲結束之後 就全部都在 一路到結尾 到UNCLE 我都在 因為前四首要往上跳 我沒有辦法往上跳 所以 我前面才休息 因為 太 太操腳踝了 躺好 躺好 要合照的人 也要注意一下公告 對 就是呢 如果十二月要來找我合照的話 有可能會找不到我 所以 有人預計十二月三十場的嗎 不會吧 真的是 十二月有預計要三十場的嗎 不會啦 就是 我有先講 因為 對 現在是舞蹈老師 也在 績笑我的程度 呵呵呵 就是 我們舞蹈老師跟我說 嗯 你這個最好就再繼續跳啊 感覺 這個 你到 從TP畢業之前 都不會好 然後我說 老師 老師 我要從TP畢業 可能也還要一陣子 他說 對啊 你就再繼續跳啊 還沒好的狀況下 可能就 這就不會好囉 對 然後 對 謝謝老師 很難得 就是 老師 兇狠 兇狠兇狠 老師 目前會痛嗎 會痛 跳舞會痛 不跳舞會痠 跳舞會痛 這個是 三 這個是 六 這個是 四 對啊 拖這麼久 真的不是很好 我其實後來有問醫生 他們說 正常 如果不動腳踝的韌帶的話 不動喔 正常不動的話是三個月左右 但是如果中間你還有在動 那就不可能在三個月內好這樣子 所以我只能說是一開始 看我整的那個醫生 哭得太 保守了 沒有 他根本沒有想到你後面今天要這麼 還要跳舞 對啊 哈哈 對就是因為 因為 現在這個 十一月超的部分 十二月不能演也不會 十一月確實是有點太超了 對啊 因為其實我現在連主持站著 我也會蠻酸的 就是我不跳舞也會酸 但我只要跳舞的話 就會從酸變成痛 這樣 三隻動的很多 沒關係 大家 記得就是好喜歡的 IG FB YOUTUBE 多多留言 然後到處刷就是好喜歡 然後多多分享給大家 去KTV唱不到 哈哈 因為只有上主打歌 對 好 身為第二主打在KTV唱不到 我是非常的難過 但沒有關係 大家就是好喜歡 多刷一點 留言刷起來 FB刷起來 IG刷起來 然後 這個 拍立得留言 多刷一點 就是說不定 我的腳會看到你們的呼喚 欸很好笑喔 對 工作人跟我 工作人那天跟我講說 12月工作一忙完 他們要把我抬進醫院打石膏 對 然後叫我 叫我如果要上公演 我們就打著石膏上 然後他又說 用石膏跳啊 不會嗎 用石膏跳 你的腳從此就是石膏 用石膏跳 我想說 嗯 用石膏跳好像也是可以 覺得很好啊 如果可以的話請這樣 得正 我是石膏系油箱 喔 用用好 用史上最強企劃 用石膏腳 跳完整場公演 我謝謝 謝謝大家 這算另類的快樂小狗嗎 你快唸版 好啦好啦好啦我要唸版 我要唸版 我要唸版 大家要唸版了 一輩子整一次 今天的唸版環節 怎麼辦 我今天都沒有謝謝到大家的禮物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的第10名 今天的第10名是 是榮哥欸 謝謝榮哥 謝謝榮哥 謝謝榮哥刷到了今天的第10名 今天的第9名是 謝謝榮哥 真的 榮哥就是直播報道很棒 今天的第8名 麵老闆最近辛苦了 在不斷往前的路上 記得好好保重身體喔 謝謝翠 翠這個名字最近會很常被Cue欸 翠 Threat 今天的第7名 麵麵王啊 希望只要快點恢復 快點康復 忙碌的生活加油 等消化亭更一回 等出差完了再想啊 先講再看到Dolphin對話時想到的 麵麵說自己 不是一眼美女 這句話只對了一趴 一趴 因為一看到麵麵 就直接把一到一百眼全部都給佔據了 喔 我原本以為你要說 麵麵不是一眼美語 呃 美語 麵麵不是一眼美女 因為麵麵有兩隻眼睛 是兩眼美女 謝謝榮哥 大眼 一眼美女 兩眼美女 兩眼美女 MISTER MISTER 欸我還沒有看那個影片啊 我沒有看到MISTER 是誰不會唸MISTER啊 而且我今天還 就因為今天不是有金財西有吧 有上場 然後我就說我要用韓文自我介紹 我就說那個 然後我就說這個 是小同學 小同學 我 阿 不到是妳 是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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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 就是 是妳 我的 我 又 這是妳 這是妳 超國際化 沒有事前臨時暴風繳過了 好的 那今天的第八名 謝謝翠金的第七名 謝謝貝樂妍 今天的第六名 元氣滿滿的 新春滿滿的菜 直播辛苦了 今晚的側妍是這麼可愛的美麗 雖然知道隨地大小睡是你的特技 但也要找時間正常休息 上週日討 拍立得 感謝老闆引導 抖到不行的我 雖然準備了一點蠢笑話 但見到燦校的老闆就 等一下你有講笑話喔 哪一段 但見到燦校的老闆就腦袋空白了 其實早就已經即將完成了 只是這個月合照算是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 有默默許願 希望面面試試順利身體健康 也希望虎娘娘保佑我 繼續在兩倍堂的醬油缸暈船不止 恭喜11月6號生日的張智翔 謝謝智翔 謝謝智翔來找我 一起慶生 這句好香嗎 沒有啊 我剛說他有講笑話嗎 事實證明他沒有講 對呀 嚇我一跳 我想說我怎麼沒有音響 我有聽到什麼好笑的 謝謝智翔 好開心 智翔算是中低調粉吧 就是他其實 你基本上公演是不是全餐啊 我怎麼覺得每一次公演 好像都有看到你 握手會也有看到你 但是 不算很常在直播跟豆粉講話 大概就是這種中低調粉 恭喜你 再次慶祝11月11月壽星 有機會就會看公演 我很常在公演見到你耶 好的 謝謝智翔 今天的第五名 面晚安 面晚晚安 近期各種忙碌辛苦了 加油啊 相信投入的心血 一定可以獲得成倍的收穫 今年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復 喔我今天超棒潮 開心就是好喜歡 彩昂 雲 我很努力在不同的笑唱裡 用力的打歌 簡直就是我的打歌舞台 謝謝天宇哥哥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今天的廠商真的是人也很佛 就是因為所有的 所有的歌手自串的過程中 都太長了 所以其實今天有一個很大的delay 但是這個delay的過程呢 我就跟廠商說 好怎麼辦好好喔 其他歌手都可以唱歌 我們明明也有歌啊 他就問我說 啊你想唱嗎 我說 想啊 啊你有看啊嗎 有啊 那你給我啊 然後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下一個setting要兩分鐘 我想說兩分鐘 根本不夠唱一首歌 我說那我可以唱歌嗎 他說 好吧給你唱 我就上去了 呵呵呵呵 我就直接上去了 對 就是這個真的是臨時增加的 因為 因為台下有學生說 跳給他看 所以我就跳了 沒想到 我跳完之後再下去唱歌 再上來 我簡直是喘到一個快要阿彌陀佛 嗯還好我是王母娘娘 呵呵 好機會 雖然說這首歌剛下的時候就開始有一個接近走音的一個開場 但沒關係 因為中間我很認真在急掌 導致我根本沒有時間顧歌詞跟我唱的怎麼樣 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結尾的時候我真的不行了 我快喘到快要身亡 我喘到快要直接現場升天 所以就是大家就 就開心就好 呵呵呵呵 我接下來對最後音直接往上飄 我還差點破音 那沒破音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我做的很棒 呵呵 欸笑笑 笑笑情緒價值給很滿 我在兜粉就說 天啊就是一邊跑一邊唱 真的是唱的難聽 笑笑是第一個回答我 我覺得你唱的很穩很好的 笑笑笑一個這麼直男的人 第一次情緒價值給的這麼滿 真的好讓我意外喔 這難道是 就是笑唱限定的嗎 他上一次在緊張的時候表現得也還不錯 呵呵呵 我很棒 呵呵呵 謝謝 說啥我才不止 喔所以是彎的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雖然我沒有其他聽到這個答案 但是我也不介意 呵呵呵 我覺得 我覺得也還不錯 呵呵呵 我要先損他才誇他 呵呵呵 不小心亂出櫃 呵呵 好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感謝 感謝大家今天在現場 聽到的這個 極致走音吧 很開心 開心 歡樂的 跳來跳去的 就是好喜歡 反正學生們一定不在意我唱的多難聽 我很開心 大家很high 但是大家 我接下來 我接下來一定會越練越穩好不好 接下來的笑唱 呵呵呵 好 今天的第五名 謝謝天羽狗狗 今天的第四名 期待下次見 謝謝玉安 謝謝玉安這一次回來找我 也謝謝玉安 就是不斷的默默的付出 我們下次見 哎呦 好的 今天的第三名呢 今天的第三名 明明直播辛苦了 十一月公演 過得有夠快樂 謝謝心心念念的MV 終於笑了 就是好喜歡 你腳真的別太操勞 十二月公演好好休息 高雄見啦 對 高雄 今天有人對著我大喊 二十三號見 然後我會說 蛤 然後他說 你是忘了嗎 呵呵呵 高雄 我記得我記得 呵呵 我們高雄見 我們高雄見 我們高雄 我們高雄見 呵呵 有的我還記得大家 拼命的在搶 簽名海報這件事情 會見會見大家 我沒有忘我沒有忘 呵 痛了痛 我沒有忘我沒有忘 OK的OK的 我們高雄見 好了 今天的第三名 Jacky 好黑欸 天啊 我真的 這算是我TP人生中最忙的時刻嗎 我之前一直喊著要爆炸 但好像也沒有這麼一次多期耶 就是 欸 人家都是一夫多期 我現在是一面 多期 一直多期 真的多期 真的 我這次真的很爆耶 我去年11月也說很忙 但今年感覺是更炸裂 有啦 但是今年期中考要準備的東西少一點 所以我考 考完之後就有投身工作了 可是你的狀態比之前好 因為 因為學校的 這個重量差很多 然後日檢的 日檢基本上我就是放棄 怎麼可能 我12月1號要去考日檢 但根本沒有人 記得我12月1號要考日檢這件事情 沒有人在care 我的工作看起來 也沒有在12月1號要停下來的意思 然後 我 到現在 就只寫了一回N1的練習題 對 我如果 我昨天說 我也收到散布的邀請函了 我記得我今天還跟誰說 早點放棄就早點提早寒假囉 因為我這學期的 課業量是上學期的四分之一 但還是有 然後我上學期很爆 是因為我上學期真的很扯 我上學期真的很扯 就是 我上學期真的很厲害耶 算掉那個 好啦 算掉那個被當的教授以外 我其他真的很扯 我成績都蠻優秀的 就是成功的高分過關 連我同學當時60分被救的高級日語 我都 不敵的過了 好不好 真真上課 一個敗筆 我 但我真的覺得 7月的那一場N1 是我離過關最近的時刻 我現在廢到一個歪掉 所以 哈哈哈 你們知道畢業專題 根本就不會提升日文能力 這件事吧 散步那天的聽解我有高機率會直接睡著 好的 沒關係 我們就是考一個里程碑 好了 今天的第三名 謝謝Jeky 今天的第二名 今天的第二名是 你們直播辛苦了 期待已久MV終於出來了 真的是太維美太可愛了 就是好喜歡蔡亞恩 因為沒有 因為就是好喜歡 我有看到YouTube下面有完全一樣的留言 感覺就是你 偷偷說好像留言是本名 那就是你 要記得睡覺 最重要的是要記得讓腳好好休息 有血液 加油 明明是最棒了 謝謝今天的第二名 葡萄美酒 耶 公敗 好嘿 耶 謝謝 謝謝葡萄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呢 就是 今天是很厲害的一天 因為有陳馨月幫我剪電池 我的天啊 陳馨月幫你剪電池 還有在歌曲中得到了 怕胖團的大寶寶寶 真的假的 我那時候在測台 我沒有看到是你被抱抱 但讓我一直傻笑的是 下午跑過去的時候被關心了 啊你怎麼從那邊來 11月20就是好喜歡蔡亞恩的一天 天啊 小阿好扯 我一開始還在想 菊月亮的該不會是你們吧 後來發現 喔沒有 菊月亮的好像是他們的粉絲 的樣子對吧 就我有看到大寶下去抱抱 但沒有 好啦 那我跟你們講一個飯撒好不好 芒果醬的我喜歡 你是對著我唱的 台下的飯撒 你們可以覺得是對你們的飯撒 台上的飯撒絕對是對我了吧 台 有吧 有吧 有喔 你有剪到海報 可惡我沒有 不是 我們怎麼可能帶月亮 喔那個是 那是他自己帶的喔 學生粉絲 對我旁邊還有親戚人 喔好 可能是對他 我還要跟你們搶喔 就是平常都只有我對你們好喜歡你啊 我該搶一下吧 帶月亮已經是怕胖的固定環節了 我們有蔡安的飯撒 我們才是最順利的 確實 但不得不說 被星月剪電池 我也是很羨慕 大家有看完影后了嗎 雖然我剛剛騙這個北科大學生說 我今天結束之後要看影后 但我根本就沒有時間看影后 順便吐槽一下 我覺得跟我同一個音樂劇 神明便利商店的演員都很厲害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們要做的功課 比我還要多 然後還要演 比我還要多檔的戲 但是凌晨三點的時候 還可以在這邊影后 然後就是前一天是說 喔我看到第三集了 然後第二天來就說我看完了 我想說天啊這些神經病 到底是什麼時候追影后的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就是他們真的很扯 就是前一天還在聊第三集的劇情 第二天就已經看完了 問題是他們的線上的戲超級多 他們要做的功課超級多 他們整本劇本幾乎都要背下來 根本是時間管理大師 是不是根本不用睡覺 哈哈真是讓我驚呆了 好怎麼言之呢 但他們不會知道 我身為偶像 身為學生 身為演員 現在也是非常厲害 我也覺得重點是 我還身兼主持呢 哇 好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就是 今天晚上的晚安曲就是 就是好喜歡 今天很低迷 謝謝 小安 我要跟你們說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導演前陣子問我說 欸那你最近就是休閒的時候都 休閒娛樂都幹什麼啊 然後我思考了很久 然後他就問我說有打遊戲嗎 我說有打遊戲 他說那你最近打什麼 然後就 痾... 還是你有看劇 我說也有看劇 最近痾... 那你最近到底在做... 你幹嘛說要回答有 你最近到底在做什麼 我...我好像... 會選擇睡覺 哈哈哈哈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根本也沒有在睡覺 好謝謝大家 耶 每天... 都是...對啊 打遊戲跟看劇都是半年前 然後遊戲上一次是... 維京崛起 而且維京... 為什麼玩維京崛起啊 對 而且我維京崛起已經算不是很認真的在玩了 如果要比 王國紀元的時期 我確實是沒有這麼投身於... 維京崛起 為什麼 因為... 生日會 對啊 我要跟他說我是維京崛起兩億的盟主耶 偷偷拉攏了其他那邊的人 來 嘿嘿嘿 最近都在刮腳啦 真的耶 我最...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賺的所有的錢 都在我的腳上 我現在真的是黃金左腳耶 我這一隻腳超厲害好嗎 我最近賺的所有薪水 都在這一隻黃金左腳上面 我是王國第三大盟主 重金打造 欸 我... 笑笑的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神明便利商店裡面 畢竟還是有很多比較奇幻的這個劇情 然後有一段一直被我們戲稱是像 盟學員跟終極系列 好不好 我的... 我的招數就決定是黃金左腳了 呵呵呵呵 身為希望物 好 可以幫繳繳獎盃了 歡迎大家 就是今年年底 看我們的NC要不要頒獎 呵呵 好 盟學員第六季 第二十五集 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 喔對了 忘記跟你們分享 我那時候有跟你們說 我盟學員之所以這麼會答題的原因是什麼嗎 因為我有一個可愛的妹妹很喜歡盟學員 但是我幾乎沒有在看 然後她借了我一本盟學員的那個 呃...角色介紹書 然後我在前往台北的車城 我看完了那本書 然後我所有題目都打得出來 但... 我幾乎沒有看盟學員 好的 謝謝大家 我要睡覺了 喔不 你們要睡覺了 我沒有要睡覺了 晚安 大家再見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的側臉直播台 考古題大師 沒錯喔 我跟你們說 我的戲很悲慘 就是... 不是所有的考試都有考古題 真的很糟 謝謝大家 呵呵呵 大家晚安 掰掰 See you 九一七七七七快樂 連這都能靠關係 對啊 就是陪著別人去徵選 都會是別人上 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還不知道我那個妹妹 到底有沒有上過 上了也不重要 沒考古題 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重點是這個妹妹 就是很努力來追星 她現在 她上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還說 我現在在追的偶像 跟妳有互相追蹤 呵呵呵 謝謝 但是我們應該是不可能合作 哈囉 大家掰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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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Goodbye 好可愛耶 晚安 晚安 同言同語 好可愛 沒有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沒有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然後她說